我们在上一节课从这个图介绍了什么叫内膜系统 膜跟膜之间要不就相连 要不就是你形成我 要不就是功能上有关系 那这个膜上面呢出现一个疑问 就是早期有个高一的学妹问我的 她说你看内脂网跟为粗糙型内脂网与平滑性内脂网 差别在于粗糙型内脂网有附作性核糖体 那平滑性内脂网没有 那因为它有核糖体会做蛋白 所以粗糙型内脂网做的是蛋白质相关的代谢修饰 她就问我了 为什么这个是粗糙型内脂网 而那个是平滑性内脂网 谁决定的 可不可以后悔 那个核糖体连过完了 我满脸都是一颗一颗的 我变粗糙型内脂网 看起来好丑哦 我不要 我要当平滑性内脂网好吗 是谁让我变成粗糙型内脂网的 我又不是志愿的 谁决定的 是内脂网决定它成为粗糙型还是平滑型 还是核糖体决定的 这个问题延伸 核糖体不是有分为附作型核糖体 连在内脂网上的 跟游离型核糖体 那一样的问题啊 我今天连到了粗糙型内脂网上 让这个粗糙型内脂网 变成有点丑丑的 然后还怪我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我要当游离型的 我必要当附作型的 所以核糖体是附作型还是游离型 是它自己决定的吗 那不是它是谁决定的 所以我今天要补充一个 非常过分的补充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粗糙型内脂网 跟附糙型内脂网怎么决定的 游离型跟附作型核糖体 怎么决定的 这两个问题其实非常有关系 因为一旦你形成附作型核糖体 这个内脂网就会变粗糙型内脂网 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粗糙型内脂网谁决定 它会形成这样的结构的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从文字下起 答案是不是内脂网决定的 也不是核糖体决定的 至少不是它们为主 那谁决定的呢 是DNA 也就是基因 好我们说一下 我们知道DNA可以经由转 DNA经由转入形成mRNA 而DNA或RNA等核酸链 是有方向性的 五端叫做头 三端叫做尾 五端到三端 那当我DNA转入出mRNA的时候 我们正合生物的mRNA 需要在细胞核内进行修饰 正合生物的mRNA修饰 五端加鸟粪 不是甲鸟粪飘零核甘酸 而三端加的是多线飘零尾 中间要瘦身 把内含子拿掉指示下外线子 口诀叫做mRNA的修饰 加头加尾瘦身 五端头三端尾中间瘦身 好那其中五端就是它的头端 头端就是转入一开始的位置 所以头端那边应该会有AUG 代表开始了其实密码子 好那AUG的后面 就是真正蛋白质的序列吗 不一定 AUG之后 其实它所转移出来的一段序列 会叫做多态链中的讯息态 也就是说mRNA的五端 有一端叫做内子网靶向信号序列 中文念起来好凹口 英文比较直接 它是以ER当作目标的讯息序列 这段序列是mRNA 可以经由转移出 大概16到26个氨基酸长度的多态链 而这块多态链就叫讯息态 代表它带着讯息 它的功能不是形成蛋白是讯息 这个讯息态就落在那边了 我们的细胞值有一些颗粒 叫做讯息确热颗粒 英文简称SRP 就会连到讯息态上 所以当我的讯息态出来了 这是我的讯息态 细胞值上就有SRP颗粒连着它 好的 讯息态在哪里呢 DNA RNA有方向性 五端到三端 对吧 多态链是不是有方向性 蛋白质有方向性 叫n端与c端 有听过这个吗 n到c 其中n就是氨基 c就是缩基 你看多态链 由氨基酸组成 氨基酸有方向性 一端叫氨基 一边叫酸就是缩基 而n端就是它的氨基那一端 那一端是头 缩基那一端叫c端 那是尾 所以蛋白质也有方向的 所以在你转移 从RNA转移出蛋白质的时候 五端有讯息的RNA系列 而多态链的头端就是n端 也有一段多态链的讯息序列 叫做讯息态 讯息态就被连上了SRP SRP连上之后呢 我的内脂往上有SRP的受体 就把它抓下来连下来 一连 你这个多态链就穿到旁边的孔道里面 就连到了内脂往上了 以上这是文字介绍 其中SRP受体又叫做停泊蛋白 文字好复杂 看图就一目了然 首先这是我的mRNA 这边是五端 这边是三端 你现在看到这个结构 在十一章学过 它叫转移复合体 由核糖体的大小次单位夹住了mRNA 进行一个转移的过程 叫转移复合体 转移过程中不就呈现多态链吗 这就是多态链 而多态链的头就是n端 n端这段红红的就是讯息态 而这个红红的来自这一段mRNA 也就是讯息训练 那这个出来之后 SRP就连上这个多态链 SRP连上之后 我的SRP受体就把它抓下来 你抓了多 抓了讯息态 也就抓了后面的多态 也就抓了整个核糖体 也把mRNA抓下来了 整个都抓下来了 抓下来之后呢 我的多态链会从旁边一个孔道 钻进到内脂王里面 好当你钻进来之后 因为它在孔道里 就这个多态就连着这个孔道 孔道就连着这个核糖体 核糖体当然就连着mRNA 整个核糖体就连在了内脂王上 此时这个核糖体 就叫附着性核糖体 好到这边 谁决定这个核糖体降落的 这条mRNA决定的 因为这个mRNA 转移出来的多态 具有讯息态 讯息态就经过一系列的过程 被抓下来 其实讲到这里 很合理啊 因为一个蛋白质 在生产跟工作的整个命运 由蛋白质本身就决定了 举个例子如果这个DNA 它是一个抗体的DNA 大家做转入的时候 变成mRNA 然后做转移 命运就已经确定了 这个DNA一定是到 这个DNA先转入出mRNA mRNA到细胞质 一定到出口心内株 运输 修饰 然后到高低尸体 运输 分类 储存 修饰 然后最后被分泌出去 你只要确定这个蛋白质的功能 它在生产的命运就决定了 所以DNA的序列 决定蛋白质的结构 蛋白质的结构 决定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就决定它的命运 所以DNA一开始的序列 就决定后来 mRNA到多胎链 到修饰 整个路径的命运都决定了 如果今天有个DNA 它转入出来的mRNA 没有所谓的讯息序列 就没有讯息态 此时这个核糖体 就会漂浮在细胞质 不会被抓到那只往上 它就是有理型的 所以答案是什么 不是核糖体决定的 是mRNA的训练就决定的 那就是内脂肪有影响吗 有的 如果这个内脂肪有SRP的受体 你就会抓SRP 你就会形成粗糙性内脂肪 换句话说 核糖体它是被迫的 但是内脂肪要负一些责任 粗糙性内脂肪 代表你有SRP受体 皮化性内脂肪 代表我没有SRP受体 所以有没有SRP受体 决定你是粗糙性还是平化性 可是核糖体呢 它完全是被动的 看我今天转移的蛋白质是哪种蛋白 它是会进入膜的蛋白 就会进入膜 好 这叫逊习态 逊习态是有德诺贝尔讲的 因为他们发现 像我这边讲的逊习态 是进入到内脂肪 那如果有另外一个多态量的逊习态 它的受体不在内脂肪上 而是在粒线体呢 这个蛋白就会进粒线体 所以蛋白质的N端 那个逊习态 其实就像你寄信的标签一样 这是寄到高雄 这是寄到东京 它就决定了它去哪里 这次可以发现逊习态不是一段 甚至是很多段 而且按照顺序 就讲 第一段台北 第二段高雄 第三段东京 这个货 就会先送到台北 减掉 再送到高雄 减掉 然后做到东京 减掉 然后成熟 所以上面的序列可以知道 我要先进哪个魔障包器 再进魔障包器 而每个魔障包器都有受体去评论 该评论的讯息态 这个发现得到诺贝尔奖 好的 那最后用一句话结尾 不知道我在连班有提过没 在第十一章有一句话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里面蕴藏的却是很深厚的学理 就是 Gin Make Protein Protein to everything 我刚刚讲的是英文 那表现就是 啊老师我不懂泰文的 Sabbatica 你怎么讲中文 我讲的是太 英文 都讲错 Gin Make Protein Gin做蛋白 蛋白做所有事 Gin Gin 不是牛仔裤 不是 真你怎么了 Gin Make Protein 其实最好是Gin Make Protein 或是Gin Make Protein 因为Protein很多种 Protein 做所有事 是不是 Gin什么事都做不了 它唯一的功能就是 Gin 有转移 做出蛋白 蛋白帮它做所有的勾当 因为Gin 都被关在细胞盒里面了 那既然这个蛋白质做所有事 所以蛋白质的修饰过程 什么都跟它的命运 跟它的功能有关 功能就决定命运 命运就决定功能 这是 不能分割的 对不对 所以当然它的命运决定了 它的修饰过程就决定了 所以后面只是为了 让它的路径过程很顺畅 有不同的设计 分子上的设计 好以上我们这个补充 很过分的补充就说到这里